大家好 绿螺是一种很常见的家居植物 因为它一年四季长青 而且进化空气非常的好 那么我们在家庭养护绿螺 其实有一些小妙椒 可以让绿螺生长得非常旺盛的 而且使用的材料也是非常常见的 那么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们在家里面最常见的一些东西 拿来养绿螺用一粒它 那么就可以让绿螺长爆棚 那么这一粒就是维生素B12 因为维生素B12里面它含有的维生素 可以给绿螺补充养分 那么我们的操作方法也非常的简单 只需要把它碾碎 先把它放到这片纸里面 然后将它敲碎 当然敲的越碎越好 因为敲的越碎它越容易溶解于水 我们将它敲碎之后 把它加入到1000毫升的清水中 将它搅拌均匀 因为维生素B12它比较难溶于水 所以我们要尽量的搅拌 时间长一点 给它完全溶于水 我们可以直接拿来浇灌绿螺的根部 让它从根部吸收 维生素B里面的养分 也可以把它装到喷壶里面 给它喷 喷湿叶片 那么我们用这种维生素B12最多一个月 给它使用一次就可以了 那么就可以让绿螺叶片根系吸收到里面的一些养分 让它长得更加的旺盛 那么这个方法的技巧在于就是让它完全的溶解于水 因为很多话有反应过用维生素B12给绿螺使用 效果不明显 就是由于它没有完全溶于水 所以关键点还是要给它多搅拌 给它溶于水再给它使用 那么这个效果就会倍增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